這會重新選佈說 從六月十五開始 方法邊境關節 日間的人減疫幾天 是該做三天到四天 但是有人懷疑說 過過 現在八點四到八點五的 便會做疫情又燒起來了 而且疫苗在住室後後 後列他在三五月以後慢慢消退 會讓台灣疫情在三五月以後又煩躲 邊境減疫期又放冷 已經這會重新選佈 微十五拜三開始 疫情減疫提供 為七家市改造三家市 不過國際就煩惱 做疫苗後 後來在三個月後會慢慢消退 加上國外 比亞點四 比亞點五 百度都疫情請館 疫情三個月後 省下會更進來 雖然說可能以後我們會碰到第二波 第三波流行 不過這個跟邊境管制可能沒有直接關係 經濟指揮中心這次的執境減疫性規定 疫情的人要有火災情四十八點前來批刷 陰性證明 用性沒辦法定期 經濟處所以往維持一人結合 那一四大套疫旅館 國以更多減疫地點 完成三天國家兼別 和四天主主行業為關節 有關該就集計 三至四 後面四天就兩天來 快太疫情 就能出外 更做這些事買東西 不過先規定說 兼別 免換大的地方 學生 漁工或者是移工 都不能出去 所以我想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規定 也會不會造成我們業者有一些 在操作上會有些問題 他所認為世界上台 無分國家的新冠牌度 卡金屬在大量減少 現在要考慮就是 國外卡金屬發生率 跟國內的發生率 是不是有很大的不一樣 如果沒有很大的不一樣 嚴格的接近關係 其實不是這麼必要 記者綜合報導